为什么我还可以在白方面前捉你 我说你是一个很尊敬的人 被亲的这位大家都熟悉 是谢霆锋的老爸谢贤 而当着自己现任老公的面前 亲他的就是谢贤离婚已久的前妻 谢霆锋的妈妈迪波拉 不止如此 迪波拉还曾开玩笑 等她的现任老公死了之后 要重新嫁给谢贤 传闻中当年谢贤欠下一屁股债 迪波拉还曾找到赌王和鸿燊 求她出手相助 也正是因为这段过去 谢霆锋刚出生的时候 就被怀疑是赌王私生子 这一切都与迪波拉一生的传奇际遇有关 她到底经历了些啥呢 迪波拉在结婚时便放出豪言 要给谢贤凑一个好字 但当坊间流传谢贤年轻时流连华从 导致外强中肝 说白了就是传说她有生育方面的问题 所以当迪波拉宣布自己有孕之后 许多八卦媒体都质疑 她是假孕 迪波拉也是个狠人 直接邀请媒体来夜明正深 这一夜 当期的杂志立马受亲 夜明正深之后 更扯的传言又出来了 有人说迪波拉做了试管婴儿 有人说迪波拉肚子里不是谢贤的骨肉 而是何鸿燊的私生子 这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这还得从头讲起 四十多年前 美人迪波拉和浪子谢贤的婚礼轰动一时 光筹备就花了半年之久 两百万婚礼经费在七十年代更是前所未有 那时候的迪波拉是真美啊 洁白的婚纱和瑰丽的珠宝 都没能盖过她本人的艳光四射 然而谢贤终究是秉性难改 婚后依旧花天酒地 甚至滥堵无度 最后刚刚成立的小家庭 背上了高额债务 迪波拉为了帮助谢贤渡过难关 开始四处奔走 最终帮她解了燃眉之急的就是渡王何鸿燊 早年迪波拉还在做主持人的时候 曾经访问过何鸿燊 听闻何鸿燊正确一位舞伴 迪波拉便挺身而出 而谢贤火烧屁股 竟然就默许了迪波拉和何鸿燊的来往 迪波拉这样的牺牲 堪称美人就英雄 虽说是为了谢贤 但也难说 她和何鸿燊之间没有个真感情 王晶就曾以何鸿燊为原型的电影中 映射过这件事情 电影中 刘德华饰演的贺心 更是以何鸿燊为蓝本设计的角色 而李嘉欣在其中饰演的角色名叫迪云 和刚出道的迪波拉 一样是个主持人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过那些滑稽谣言 随着谢霆锋的诞生 成长 不攻自破 因为她和年轻时的谢贤 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后来有人说谢霆锋是天生巨星 这话真的不假 不只是因为长得帅气 还在妈妈肚子里 就能把整个香港娱乐圈 搅得天翻地覆 仅此一位了 随着女儿谢霆锋鼓鼓坠地 迪波拉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后来为了让一双儿女远离狗仔镜头 好好长大 迪波拉和谢贤决定带他们移民加拿大 一家四口和乐融融的画面 一度上遍所有香港媒体的头条 不过这个画面很快就被打碎了 有多少人在分手 离婚之后仍然和前人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 谢霆锋的老爸老妈就能做到 迪波拉说过 孩子不能选择父母 既然选择生下了孩子 那就不能因为夫妻的关系影响孩子 离婚之后可以不再有纠葛 但涉及孩子的事 必须要坐下来好好商量 不管有没有婚姻关系 四个人始终是一家人 前不久她和谢贤就曾携手现身 为谢霆锋的怒火重案站台 不难看出即便离婚 迪波拉对家庭子女依然很看重 谢霆锋亲口说过 迪波拉是被丢在陌生人家门口的弃婴 估计谁也没想到 这个被嫌弃的赔钱货 日后将成为厌绝相将的传奇美人 收养迪波拉的那户人家也没有想到 他们跟迪波拉的亲生父母一样重男轻女 所以迪波拉根本没有从新家庭里感受到什么温暖 好在少女迪波拉没有因此自怜自艺 反而开朗乐观 十来岁时迪波拉出落的婷婷玉丽 开始跟着歌舞团四处演出 挣点生活费 跟团演出到泰国时 迪波拉不能免俗的去参拜了寺庙 后来香港有一个八卦 说某位女明星曾在泰国祈求大红大紫 如果如愿就以在佛像前 跳脱衣舞的方式答谢 有人说这个女明星就是迪波拉 不过迪波拉也回应过这个传闻 称自己的确曾在泰国发愿 但作为跳舞还愿承诺的另有其人 到底迪波拉还是红了 七十年代初 香港小姐开始转入商业化运作 外形搅好的迪波拉也描上了那顶桂冠 1973年迪波拉丽娅在问答环节中失利的赵雅芝 成为七十年代首位香港小姐 她还以第一名的身份转战亚洲小姐选美比赛 照样一举拿下花魁 出名之后迪波拉的身世被人广为流传 雪花一般的认亲信向她飞来 或许那些信中真有迪波拉的亲生父母写来的 但生而不养 如今又想沾光 哪有这么好的事 迪波拉想得很清楚 并没有执着于揭开身世之谜 她得往前看 她没有像有些港姐那样迫不及待的接戏 哪怕演技实在令人尴尬 迪波拉先是签约亚视前身 立地电视台 做主持人 从前演出的经验 早就让她有了一身妙口生花的本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后 迪波拉跳槽到TVB 和沈殿霞一起主持欢乐今宵 同为女主持人 二人风光不相上下 到这时候 迪波拉才正式加入影视圈 无论是塑造女警察苏思 还是在金玉良缘《红楼梦》中演子圈 迪波拉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但她的特立独行 又让众人跌破了眼镜 离开无限之后 迪波拉看中了电影《香港爱曼妞》的剧本 唯一的问题是 剧中那个附加千金 作风豪放 甚至还有全裸戏份 与同期女明星们的保守不同 迪波拉毫不畏惧 一拖到底 她成了港姐历史上 第一个下海吃螃蟹的人 影片效果自然是非常理想的 但后来 许多同类型的影片登门邀约的时候 迪波拉却一一拒绝了 她看中的只是 《香港爱曼妞》这部电影本身 而并不是真的想要用身材来博眼球 这样清醒的头脑 大概得益于迪波拉的身世和经历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 正因如此 她的演艺事业才能一直顺风顺水 难以撼动 但再清醒的女人 碰到一个情字 都很难逃出生天 尤其是遭遇谢贤这样一个情场老手的时候 如何百花丛中过 片叶不摘身 谢霆锋的老爸谢贤 大概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她风流一世 却从没有被交往过的女人们说过一句不好 就连迪波拉都能在离婚后和她亲密如初 实在也是一位传奇 当初认识迪波拉的时候 谢贤可以说是相当落魄 三十岁时 谢贤看着女友嘉玲嫁给别的男人 她也没有伤心多久 就搭上了当红的萧芳芳 萧芳芳为人上进 和生性不羁的谢贤天差地别 最终因为谢贤不肯听她的话 静下心来学英文 而和她分手 接着谢贤又在工作中认识了珍珍 两人一度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不料一直暗恋珍珍的刘家昌 后来居上 和珍珍的婚姻告终之后 谢贤又回到了夜夜生歌的日子 挥霍无度 使得她日渐落魄 甚至沦落到要租房过日子 在一位沈殿侠的牵线之下 租客谢贤和女房东迪伯拉相识了 当时谢贤已经42岁 迪伯拉才27岁 她正当年胜 美得让谢贤挪不开眼睛 这次是谢贤翘了别人的墙角 原来迪伯拉有一个在美国的富商男友 因为聚少离多 感情疏远也是不可避免的 而谢贤拿出年轻时追女孩的看家本领 软磨硬泡 死缠烂打 最终抱得美人归 人人都对迪伯拉说 谢贤当情人很好 成家立业就算了吧 可迪伯拉不管不顾 轰轰烈烈的 当了谢贤的第二任新娘 到了1996年 他们还是决定离婚 与众不同的是 这是一场你我皆大欢喜的离婚 据说办完手续之后 谢贤和迪伯拉抱在一起 转了好几圈 看来双方都对恢复自由 感到十分高兴 离婚之后 谢贤找了个比自己小49岁的小女朋友 风流不改从前 而迪伯拉遇见了比他小11岁 却将他捧在手心上的江耀成 在婚的时候 谢贤大方地前往现场送到祝福 谢贤身体不好的时候 迪伯拉和江耀成也会前往探望 面对迪伯拉和前夫之间的亲密互动 江耀成看在眼里 丝毫不吃醋 依旧该干嘛干嘛 从此之后 迪伯拉和两任老公的身影经常一起出现 喝茶 聊天 逛街 香港媒体把这不可思议的一幕称作三公婆 迪伯拉曾经说过 自己一直想退出娱乐圈 但一直都退不了 自己曾经是巨星 前夫是巨星 儿子如今也是巨星 不过他和谢贤一样 都不曾被这些身份绑架 一辈子 可以说活得相当潇洒了 如今迪伯拉已经70岁了 在江耀成的呵护下 依旧像个小女孩一样活泼开朗 迪伯拉的人生 是从悲切和苦难开始的 他却以步履不停 自己的智慧为利剑 劈开重重荆棘 抓住每个机会 逆天改命 让手中的一副烂牌 起死回生 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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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